- 根據尼爾森收視率統計 第96屆奧斯卡頒獎典禮共心以1950萬人收看 連續幾屆收視人數節節上升 象徵著奧斯卡節目內容流暢又無看頭 尤其是頒獎到一半幾轉彎變成演唱會 此外 這屆是第一次對最佳影片強制實施多樣性規則 多樣性三個字 意味著入圍影片今後主題暴天暴海 內容範圍越來越廣 奧斯卡頒獎典禮在某種程度上像一部電影 導演是保證這部電影能不能看的靈魂人物 就是六屆奧斯卡典禮的導演 哈密斯·哈密爾頓 除了常常是奧斯卡和NTV音樂錄影帶大將的導演外 手上握著最重要的超級杯重場秀 是美國歌手最重要的舞台 話說當紅藝人都不知道換幾輪了 哈密斯·哈密爾頓主導這個中場秀長達14年 有趣的是他還是個土生土長的英國人 除了導演外 最重要的就是演員了 從頒獎人到獸獎人再到表演者 每個橋段出場人物精挑細選 但奧斯卡金像獎從來不只是頒獎 而是演員們爭取鬥彥 比拼演技的地方 奧斯卡金像獎有哪些精采的橋段 埋的有哪些彩蛋呢 你看破了嗎 第一點 這一部電影來說 很多人說奧斯卡典禮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舞台 當你以為這是一個簡單的典禮 事實上是所有演員展現演技的地方 大家看看當宣布艾瑪斯東是今年最佳女主角的那一刻 艾瑪斯東好像大夢初醒 那種意外是前一秒還在廁所裡意外的找不到衛生紙 事實上艾瑪斯東已經一可憐的東西 拿下金球獎和英國電影學院獎 好吧 就算還有另外一顆石頭莉莉格勒斯東的競爭 也算是作惡妄儀 而艾瑪斯東把氛圍營造成她從沒想過會得獎 甚至衣服後面的扣子開了也不休了 表明老娘就是沒上台的企圖 上台的路途只說她的扣子開了 讓大家黏了一把冷汗 是說我們還有哪裡沒看過啊 嗯? 台上有個敏感的橋段讓大家討論 楊子瓮頒獎為什麼會出現真理佛勞倫斯呢? 大家都知道艾瑪斯東和真理佛勞倫斯是好閨蜜 真理佛勞倫斯亦師亦友 楊子瓮說明她想讓艾瑪斯東最重要的時刻 和最重要的人一起分享 就如同她和傑美麗扣弟時 永遠在彼此的身邊 楊子瓮是相當有溫度的人 才能留下這美好的一幕 艾瑪斯東說這些詞時 立刻說她的扣子開了 發現喉嚨也在剛剛唱歌時喊到壞了 表明老娘連致詞都沒打算 這演技你能說她不是最佳女主角嗎? 第二點 小蘿蔔道尼不意外以奧本海默拿下最佳男配角獎 意外的是她和頒獎人關機位的互動讓大家不約 小蘿蔔道尼的確沒禮貌 只是12遍從來沒期待一個溫良攻堅浪的小蘿蔔道尼和史塔克 大家期待的是她手上拿著不甘難的東西被拍到啊 實質上如果你有注意小蘿蔔道尼出場拿獎 她的動作和自協時基本上大同小異 感謝她不堪的過去和挽救她的老婆 最大的亮點她總是史塔克上身 甚至有些媒體專訪 她還是以史塔克的高姿態現身 畢竟她眼紅鋼鐵人長達11年 卸下戰袍的她還是有鋼鐵人的遺度啊 小蘿蔔道尼和史塔克牢牢的綁在一起 也可以說沒有史塔克上身 她的氣勢就會是這樣而已 當她以漫威的史塔克身份上台 那關機位就是洛基里的歐逼 那個多重宇宙的開關 試圖找毀鋼鐵人的那一組人 再回頭看看史塔克在漫威 對於初次見面的人就是這種態度啊 - 實際上我以為你會建造一個鱼 - 可能 - 第三點 2020年的奧斯卡最佳男女主角和男女配角 四個演技將採用過往的得主頒獎 除了可以看到一些老面孔 也象徵著傳承 也可以看看這些老得主怎麼看這些後進 幾乎從2020年的奧斯卡時空穿梭到2009年的奧斯卡 為什麼呢 除了這背後的布景幾乎完全一樣 這一年的最佳男配角入圍的人物有哪些呢 沒錯就是小勞勃盜尼與開曼拉驚魂入圍最佳男配角 而不意外當然落選 12編為什麼對2009年的奧斯卡記憶如此深刻呢 並不是因為小勞勃盜尼 那時候的小勞勃盜尼雖然有衰度 但史塔克還沒完全上身 2009年的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 頒給黑暗騎士的小丑希斯萊傑 - 到希斯萊傑 - 那一場頒獎像是個希斯萊傑的紀念會 希斯萊傑沒來也永遠不會來 所有人嚴重都含著眼淚 那一年除了小勞勃盜尼 在15年後的今年 順利拿到最佳男配角獎 還有克里斯多福諾蘭在今年拿下最佳導演 奧本海默大獲全勝 克里斯多福諾蘭在黑暗騎士後 魔劍多年寫下里程碑 奧斯卡不說 但我們都知道希斯萊傑看到了 第四點 最佳男主角獎的頒獎舞台上 既然知道頒獎人都是影帝 而不對啊 那怎麼會有凱吉哥呢 雖然現在的凱吉哥總是做自己 每個角色都是演出他自己 但是不要被這些年的凱吉哥給騙了 他在90年代不只是票房的扛八子 更是以演技堅長 1995年的演離獨成 看看這一段 這個叫沒演技嗎 凱吉哥拿下第68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 那一年同場經濟的 還要老西金安東寧霍普金斯和喜倫盤 拿下奧斯卡不代表人生從此一帆風順 凱吉哥就是個例子 第五點 格吉拉-1.0 拿下奧斯卡最佳視覺效果獎 得獎人上台拿著金色格吉拉 而且腳下還有格吉拉的魔爪 既然提到他們的腳下 他們打敗同場漫威的星際一共對三 也打敗阿湯哥的不可能的任務 致命清算 票房在全球席捲1.05億美元 很可惜這全球不包含亞洲 自編商東寶工作室到現在沒談上映授權 相傳是因為電影中的二戰因素 因此一體敏感 那12編不得不說 身為影迷最敏感的是電影不好看 把好看的都放出來吧 格吉拉-1.0 更值得說嘴的是 他們以好萊塢10分之1的製作成本拍攝特效 可以說是用窮人家的特效 創造出格吉拉的震撼 也打敗好萊塢的專家 第6點 奧斯卡的頒獎人一直都是很有梗 簡單說就是選角不是亂湊成一對 而是天生一對 例如這一對 阿諾史瓦辛格和丹尼德維托 一高一矮出場 想不到這對雙胞胎還在啊 那是1988年的龍兄屬弟 阿諾以龍兄屬弟開啟他的喜劇之路 你看看他甚至在劇中 用標準穿著致敬的諸葛亮 不過最大的梗還在後頭 他們話題一轉提到蝙蝠俠 阿諾曾經在喬治克隆林版本的蝙蝠俠飾演吉凍人 而丹尼德維托則在米高基頓版本的蝙蝠俠飾演漆額人 就在他們倆一搭一唱時 鏡頭忽然出現米高基頓 很多人問為什麼小蘿蔔道尼總是史塔克 其實米高基頓的每一秒都準備是蝙蝠俠 面對兩個大反派的叫囂 米高均怒在那短短的幾秒 彷彿慰恩少爺上身 十二篇真的看到蝙蝠俠了 這是真正優秀的演員 第七點 第96屆奧斯卡基項獎頒獎典禮的最高潮 一定要給萊恩格斯林的I'm just can 這一段忽然把頒獎搞成演唱會了 都快忘記萊恩格斯林是迪士尼唱跳歌手出身 而且這段舞蹈致敬了許多歷史 例如這一身粉紅泡泡和樓梯 以及旁邊的伴舞 復刻了1953年的生死愛美人 彷彿看到瑪麗聯盟路上了萊恩格斯林的身上 受抓著胯下的動作 以電影來說致敬了1978年 約翰屈福塔的破爆浪子 最後結束時圍繞著萊恩格斯林 化妝的高舉手掌 致敬了1979年 也是歌舞電影的爵士春秋 第八點 好吧很多人詢問導演到底會不會演戲 我們來證明老玩童史蒂芬斯皮柏是老戲進來的 這一段凱特麥基隆頒發紀錄片講 但他耍飽的以為《侏羅紀公園》也是紀錄片 他在巴比的搭檔亞美麗卡菲蕾拉解釋當然不是 凱特麥基隆不相信 只好請出史蒂芬斯皮柏 凱特麥基隆崩潰 又說了一個人名 傑夫·高布倫 這是《侏羅紀公園》裡的靈魂人物 這時候忽然凱特麥基隆說了 他到底是把裸照寄給誰了 又帶到史蒂芬斯皮柏 只能說史蒂芬斯皮柏這演技 沒有台詞 但是他老人家表情生動又自然 第九點 奧本海默的艾蜜莉布朗 和巴比的萊恩格斯林 他們合體為了表彰電影中的一些最佳特技 但有趣的是這兩個人各為其主 把奧本海默和巴比貌似的合作 其實私底下根本你死我活的競爭說個徹底 為什麼叫巴本海默 而不是叫奧本巴比 -我相信你們都在那邊 因為你們都在冰箱巴比的衣服 最佳上映的特技玩家 是一個特技演員的故事 萊恩格斯林和艾蜜莉布朗 從戲裏一直吵到戲外 鬥嘴鬥不停 一言不合變成最強的電影預告片 第十點 最佳影片一直是奧斯卡最後的重頭戲 也是最最重要的獎項 通常找到的頒獎人物都會有一點梗 今年的頒獎人是83歲 忽然生出小孩的艾爾帕西諾 又交付來頒發最佳影片果然很有公信力 誰敢不服 這是艾爾帕西諾一出場 像是走錯棚的鄰居老人一般慈祥 而且以他的江湖地位 實在不需要講太多廢話 又那些入圍影片也跳過了快轉直接開心風 然後說了一句 大家忽然傻了 連換戶都無法連貫 奧斯卡的頒獎時間又縮短了一些 驗證了這些演員的時間每秒鐘 幾十萬上下 今年的奧斯卡還亂入一個汪星人 他有個名字梅西 嗯...他不能亂入 是罪惡真相裡演技超強的靈犬 你看看點到他的名字 還像演員一般微微點頭 這根本是人辦的吧 不過典禮的最後出現梅西 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 對著麥特戴蒙的地板猩猩舉起小腳 說起這一屆主持人吉米吉末 和麥特戴蒙的恩怨 可以說已經長達20年 他們的恩怨成為吉米吉末最強的梗 大家都在等吉米吉末要怎麼搞麥特戴蒙 例如... 第12點 還要提江西南全裸出現 這段致敬了第46屆奧斯卡的放送事故 那是剛好50年前的1974年奧斯卡 因為名為羅伯特 歐佩爾的盲戲攝影師 成為亂入獸 裸體跑過舞台 並且手上還比著勝利的手勢 這次亂入獸讓當時的主持人聽了好幾拍 現場也配合的出現尖叫聲 不過之後的迴響是 現場該拖的人怎麼樣都不是他 而是他 感謝你喜歡第96屆奧斯卡金像將 按讚訂閱加分享 你最喜歡今年奧斯卡的哪一個段落呢? 中文字出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